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的手术有您和小叔照顾 不需要我 我强忍着情绪 尽量平静地回答 胡闹 你这个不孝媳妇 你娘嫁才是你的家吗 你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还不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没有理会公共的咆哮 直接挂断了电话 客厅里 我的父母和妹妹都用担忧的眼神看着我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对他们说 没事 我没事 可是 我的内心却在翻江倒海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婆家的关系变得如此不可调和 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 却换不来一丝尊重和理解 我叫林小如 今年三十五岁 一九八九年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 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省城工作 在那里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周晨阳 那时的我们是那么恩爱 那么憧憬未来 二十五岁那年 我们结为夫妻 婚后感情还算不错 可是 我与公婆之间的关系 却一直是个难解的死结 想到这里 我的思绪不由地回到了几个月前 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阴冷的下午 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 我听到客厅传来一阵欢呼声 我擦了擦手 走出厨房 看到周晨阳正和他的父母 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什么 怎么了 发生什么好事了吗 我好奇地问道 周晨阳转过头 脸上洋溢着喜悦 小如 我爸妈的老房子拆迁了 分到了一百五十万的补偿款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毕竟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然而 我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了 因为接下来 我听到了让我心凉的对话 老赵 我们商量一下 怎么分配这笔钱吧 婆婆孙玉兰说道 我觉得可以给小杰一百万 咱们自己留五十万养老 嗯 我同意 公共赵德明点点头 小杰正准备买房 这笔钱正好可以帮他一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小杰是我小叔子的名字 他比周晨阳小五岁 至今未婚 而我和周晨阳结婚已经十年 生育了两个女儿 家里还有房贷要还 可是公婆却打算把大部分钱给小叔子 而对我们夫妇只字未提 我看向周晨阳 希望他能为我们争取一下 但是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 既不表态也不反对 我忍不住开口了 爸 妈 那 那我们呢 公婆文言 脸色立刻变得不悦 婆婆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说 你们 你们有什么资格分钱 你嫁进我们周家这么多年 除了生了两个赔钱货 还干了什么 我如遭雷击 浑身发冷 我不敢相信 十年的付出 在他们眼里竟然一文不值 而我的丈夫 依旧沉默不语 仿佛这件事与她无关 那一刻 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绝望 我想起了这些年来 公婆对我的种种苛刻要求和挑剔 他们总是对我百般挑剔 说我这里不好 那里做得不对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他们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 自从我生下两个女儿后 他们看我的眼神就更加不善了 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我强忍着泪水 转身回到了厨房 我机械地切着菜 脑海里却不停地回放着刚才的对话 我试图理解公婆的想法 也许在他们看来 小叔子还未成家 确实需要更多的帮助 但是完全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这对我们公平吗 晚饭时气氛异常沉闷 我低头扒饭 不敢抬头看任何人 周辰阳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但她只是默默地吃着饭 没有说什么 公婆则继续讨论着如何帮助小姐买房 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无法入睡 我回想起了我和周辰阳相识 相恋的点点滴滴 那时的我们是那么相爱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是现在 我们之间却好像隔着一道 看不见的墙 从那天起 我与婆家的关系急转直下 我无法接受他们的偏心和歧视 而他们则认为 我是个贪得无厌的媳妇 每次家庭聚会都充满了火药味 我和公婆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周辰阳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 有时候 我能看出他眼中的痛苦和无奈 但他始终没有勇气站出来 为我们的小家庭说话 这让我既失望又心疼 就在上个月 我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与周辰阳摊牌 陈阳 我们谈谈 那天晚上 我坐在床边 直视着他的眼睛 你父母把拆迁款都给了小结 对我们却不管不顾 我可以理解你做不了主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父母以后需要照顾 别指望我 周辰阳皱起眉头 小如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毕竟是我父母啊 是 他们是你父母 但我呢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我嫁给你十年 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 难道就该任人欺负吗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周辰阳叹了口气 试图安抚我 小如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但是 你也知道 我的立场很为难 为难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 我有多为难吗 你知道 被当成声誉工具 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被亲人嫌弃 是什么滋味吗 我站起身 泪水终于夺框而出 周辰阳 如果你继续这样余笑下去 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么我们的婚姻就到头了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走出了卧室 留下周辰阳一个人 呆坐在床上 我以为 这番话会让周辰阳有所醒悟 然而 事情的发展 却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上周 我接到了周辰阳的电话 说他母亲需要动手术 我本以为 他是想让我回去帮忙照顾 没想到 他只是通知我一生 言语间丝毫 没有要我回去的意思 那一刻 我心如刀脚 我突然意识到 在这个家里 我真的只是个外人 十年的婚姻 难道就这样 画上句号了吗 我站在窗前 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回想起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 我想起了刚嫁到周家时的 忐忑和期待 想起了生下两个女儿时的喜悦 也想起了无数次被公婆刁难时的 委屈和无助 我拿起手机 翻看着和女儿们的合影 两个可爱的小天使 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的慰藉 可是我真的能为了孩子 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我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行李 趁着周辰阳不在家的时候 直接回了娘家 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 我们的婚姻 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 公公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大发雷霆 她一连打了十几个电话给我 要求我立即回去照顾婆婆 而周辰阳则是在电话里欲言又止 小如 你 她的声音透着疲惫和无奈 我打断了她的话 辰阳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 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么我们的婚姻 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最后传来一声叹息 我知道了 你 你好好照顾自己 挂掉电话 我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 心里五味杂沉 十年的婚姻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究竟是对是错 我想起了那个曾经满怀憧憬的自己 那时的我 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一无反顾地嫁给了周辰阳 我以为 只要我们相爱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可是现在 我们之间却横跟着一道 无法逾越的鸿沟 婆家的所作所为 成了压垮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我 则不得不在亲情和尊严之间 做出艰难的抉择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着手机里周辰阳和孩子们的合影 心中百感焦急 我知道 我即将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还是为了孩子委屈求全 是放弃这段婚姻 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窗外 乌云渐渐散去 一缕阳光透过云层 洒在了地面上 我站起身 走到窗前 感受着那微弱却温暖的阳光 也许 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 也许 我需要的是勇气去沟通 去理解 去改变 也许真正的解决之道 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不失去自我 又能维系亲情 我深吸一口气 拿起手机 拨通了周辰阳的号码 喂 小如 周辰阳的声音 透着惊讶和一丝期待 陈阳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不是为了责备谁 而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传来了周辰阳坚定的声音 好 我们谈谈 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 挂断电话后 我长舒一口气 我知道 这次谈话将决定我们婚姻的走向 但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要为自己的幸福和尊严而战 因为我明白 只有先尊重自己 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几个小时后 周辰阳出现在了我父母家的门口 他的眼睛里带着疲惫 但更多的是决心 我们坐在小区的长椅上 开始了这场早该进行的对话 小如 我很抱歉 周辰阳首先开口 我一直以为保持沉默 就能让所有人都好 但我错了 我伤害了你 也辜负了我们的感情 我看着他 心中五味杂陈 陈阳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需要的是你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是一家人 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周辰阳握住了我的手 我明白了 小如 我保证 从今以后我会更多地考虑你的感受 我会和父母好好谈谈 让他们明白你对我们家的重要性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 看到了他眼中的诚恳 我知道改变不会一蹴而就 但至少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那拆迁款的是 我犹豫着开口 周辰阳坚定地说 我会和父母再谈谈 虽然钱已经给了小结 但我们可以商量其他的补偿方式 最重要的是 我要让他们明白 你和孩子们同样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我点点头 心里涌起一丝暖意 也许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改变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面对了许多挑战 周辰阳开始学着 在公婆面前为我们的小家庭发声 虽然过程并不顺利 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努力 公婆的态度也在慢慢改变 虽然还是会有摩擦 但至少开始尝试理解我的立场 至于婆婆的手术 我最终还是回去照顾了 不是因为屈服 而是因为我明白 家人之间需要互相体谅 但这一次 我感受到了周辰阳的支持和理解 这让一切变得不那么艰难 婆家的所作所为 让我看清了很多事 而我的抉择 将决定我未来的人生道路 我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但我知道 我必须勇敢面对 为自己 为孩子们 也为那个曾经满怀希望的自己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 婚姻和家庭关系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它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而是需要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的长期修行 我和周辰阳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在努力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 我望着窗外的阳光 心中充满希望 我知道 只要我们不放弃 就总是有改变的可能 而这 或许就是爱情和婚姻最美的地方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月子里 我和婆婆结了仇 我老公果断把婆婆送回乡下 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怎么来往我不管 但我是不去见她的 这次国庆假期 老公和儿子 非要拉着我回乡下住几天 我不想见到婆婆 奈何儿子实在想去 我最终还是点了头 吃饭时 我翻遍所有行李箱 也没找到我提前装好的那瓶辣椒酱 菜齐了 丈夫过来催我 别翻了 你那辣椒酱出发前 被我扔了 出门在外 带着那么重的玻璃瓶 重死了 儿子走过来 听到他爸爸的话 也跟着开了枪 妈 你这么大年纪了 咱就告别公主病呗 几顿饭而已 不至于这么馋吧 我看着满满当当的三个行李箱 这里面有儿子的游戏机 丈夫的话剧 还有整整一箱送给婆婆的补品 唯独装不下小小的一罐辣椒酱 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看着丈夫 我们离婚吧 讲尾错愕地看着我 发什么疯 一瓶辣椒酱 至于吗你 那玩意有什么可吃的 没他你不能活了 你是不是故意 在我妈家挑刺啊 月子里那点事 这都过去半辈子了 你还抓着不放吗 儿子蒋明在一旁搭枪 妈 你年轻的时候 爱无理取闹也就算了 我乃这辈子不容易 你就宽容一点 让他晚年舒心一点 不行吗 这些年 就因为你记恨奶奶 我和我爸 也不能常回来看他 但你也不能仗着我们在乎你 就一直矫情着吧 月子里那点事 无理取闹 矫情 我看着蒋伟冷笑 你就是这么跟儿子说的 蒋伟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都是些陈年破事 现在还提这些做什么呢 他把差点害死我和儿子 叫陈年破事 我很想扑上去抽他两巴掌 就在这时 婆婆的声音在厨房响起 快来吃饭呀 今天好多菜呢 他的声音 似乎给蒋伟添了一丝勇气 他上前拽着我的手 就往外面走 边走边说 咱们先吃饭 回头我抽空去给你买辣椒酱 这总行了吧 儿子贴过来 挽住我另一侧手臂 我快要饿死了 先吃饭吧妈 您就心疼心疼儿子吧 他们两个人 几乎是架着我出了房间 蒋伟声音里还带着笑意 你看 这么好的老公和儿子去拿找 给你台阶 你赶紧顺着下来得了 当初的事 妈知道错了 跟我说了好多次 她都忏悔半辈子了 这次过来 也是让你看看她表现 我被他们俩一左一右 夹到了餐桌前 还真是 好丰盛的一桌大餐 干炸小和虾 酱闷小黄花 螃蟹 海螺 还有大扇的烤羊排 只有一道孤零零的炒西芹 算是素菜 每一道都色香俱全 婆婆走过来 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把椅子 娇娇啊 我穷了一辈子 也吃过什么好东西 别人都说这些是好菜 我就弄了这些 你别嫌弃啊 要是不满意 我再重新做 可千万别因为饭菜这点小事 跟大伟生气 蒋伟把我按在椅子上 老婆你看 妈多偏向你 我和儿子平时回来 他最多炖个排骨 可没这么多硬菜 儿子见我坐下 摇摇头 尝出一口气 接着 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端起饭碗就开吃 边吃边点头 奶奶的手艺真棒 这要是能天天吃到就好了 蒋伟也附和他 是啊 要是你奶奶去城里 还能帮你妈妈做饭 分担一些家务什么的 但是 咱们家我说了不算 这也得看你妈妈同不同意 父子俩一唱一鹤 眼神还都偷偷瞄着我 这场面 我只觉得可笑 原来 他们折腾这一趟 是这么个目的 蒋伟想接他妈去城里 又不敢跟我直说 算计来算计去 还捎带上儿子一起哄我 看来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怨我的 是啊 他多委屈呢 只是想接亲妈 养老而已 却碍于我 这么个恶人阻拦 不得不跟儿子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 串通着演这么一场戏 我和婆婆对视一眼 没错过她眼底划过的那一丝得意 她没付出半分 就让我的丈夫和儿子 都站在了她那边 想到这 我只觉得身心疲惫 点了点头 可以啊 你们把她接去城里 就住在家里吧 蒋伟还没来得及笑出声 我紧接着说了下一句 只要你跟我离婚 你想接谁 想跟谁住一起 都随你 儿子见婆婆眼圈发红 一把将筷子摔了出去 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抱了出来 妈 不是我说你 你闹脾气 总要有个限度吧 都是一家人 凭什么我和爸爸 都要顺着你啊 我就想让奶奶进城陪我 你同不同意 这事也都这么定了 你看看奶奶给你做的这一桌子菜 还不够吗 你倒好 为了一罐子辣椒酱 就没完没了的 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儿子今年十九了 下巴已经长出了胡茶 身高窜到了一米八二 又高又壮的 看她这个样子 谁能想到她是个早馋呢 这些年 我生怕做不好一个母亲 一步一步照着书本教育她 书上说 不要在孩子面前抱怨 会给孩子传递太多利器 所以 我从没在她面前 说过她奶奶一句坏话 可现在 我看见她瞪我时厌烦的神情 只觉得这些年的努力 都喂了狗 蒋明 你都不知道 自己亲妈海鲜过敏吗 你不知道 你奶奶却知道 你爸也说了 她平时不做海鲜 那你猜她为什么偏要今天做这些 儿子猛地抬头 看了一眼她爸爸 见一向话多的爸爸 这次没吭声 大概懂了 我没撒谎 她有点不自在 垂下脑袋 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 戳着戳着 突然想起什么 像打了鸡血似的 指着桌上的羊排 你看 那不是还有羊肉吗 还有西琴 我笑了 这儿子真的白养 蒋明 你要不要问一问你爸爸 我是因为什么 才不吃羊肉的 我们每次出去吃烧烤 我都会说很多遍 我不吃羊肉 你是一次都没听到过吗 儿子耿着脖子 那青菜呢 你这不吃那不吃 不会矫情到西琴也过敏吧 我起身把那盘菜 放在儿子面前 顺便递上一双筷子 这样吧 你自己来尝一尝 儿子从小就不爱吃香菜和西琴 他看着那盘绿油油的菜 脸上带着抗拒 但他犹豫了一会 还是加了一筷子西琴 毅然决然地送进了嘴里 下一秒 他脸色大变 挖得一口吐了出来 这是什么鬼东西 奶奶 芹菜本身就够难吃的了 怎么还能又山又腥呢 他一把抓过桌子上的饮料 猛喝了大半瓶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猛地扭过头 妈 是不是你弄的 什么仇什么怨啊 这么作弄我 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他倒是孝顺得很 宁可相信他亲妈 能在他眼皮底下坐手脚 也不想怀疑 他那一直守在厨房的奶奶 我冷吃一生 脑子进水去倒立 要么就去挤一挤 我今天压根没进过厨房 我让你尝 就是因为我心里清楚 你奶奶一定会玩这一套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偏要带那罐辣椒酱 儿子听到这 有些不高兴了 妈 你这就多少有点被害妄想症了吧 一道菜没做好而已 怎么让你说的像是要谋害你一样 这么点事 你至于吗 他终于也学会了他爸这句 至于吗 婆婆顺势用手背蹭了蹭眼皮 明明啊 别怪你妈妈 奶奶老了 不中用了 一时失手 这菜就没炒好 你妈妈养你长大不容易 别这么跟她说话 奶奶被数落几句没什么的 听话呀 我都被气笑了 这么多年过去 她还是老一套 她不想安分 那我也没必要给她留面子 林明 你不是一直遗憾自己不能当兵吗 知道那八是哪来的吗 儿子从小就向往绿军装 枪啊炮啊的抱着就不撒手 可那一片带着色素沉着的疤痕 直接把她的梦想扼杀在了最初的地方 我爸不是说 那是我小时候淘气 自己擦伤的吗 擦伤怎么可能那么深呢 你那伤 是你奶奶急着去打牌 把还没满月的你 望在了灶台上 烫出来的 我语速并不快 一字一句都说得很清晰 大儿子的眼神却很迷茫 像没听懂似的 是现在我和他奶奶中间来回打转 话说到这 当了半天哑巴的蒋尾 突然找回了自己的舌头 未焦 你别一发疯就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 我妈当初刚进城 只是无意间得罪了你 就被你记恨了半辈子 你到现在还不消气吗 儿子眨眨眼 向他爸的方向靠了靠 看来是没信我 蒋尾钻拳垂着胸口 委屈得直掉眼泪 我这些年 为了照顾你的情绪 连亲妈都不敢多见 我心里苦啊 十几年来 他常拿这句话 拿出来堵我的嘴 像当初 我念在他 确实为了我把亲妈都送走了 遇事能让则让 他在所有人面前 都装作一副 顾家好男人的形象 可实际上 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杨山卫有阴影 闻到就会反射性的呕吐 可他们父子俩都爱吃 蒋尾看着我吐得苍白的脸 红着眼圈说 我小时候 最爱吃我妈做的羊肉 现在我不能在我妈身边尽小 就连吃几口羊肉也不行吗 我喜静 蒋尾却常叫朋友来家里聚餐 我忙前忙后 还要收拾他们造成的满地狼藉 可他遇到不想接触的人 我又成了他推脱的理由 未教性子读 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这不 我连我妈都送走了 我是真跟兄弟一起聚一聚 但没办法 不能让老婆不高兴吗 在其他人眼里 他事事全听我摆布 我就是个跋扈的恶婆娘 可如果我真的在家里 有那么高的地位 三个那么大的行李箱 怎么可能装不下我的一罐辣椒酱 既然他们父子俩如出一辙的没良心 我也没必要继续忍下去了 起身看着蒋尾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对他说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回城里 等你回去 我们就离婚 蒋尾垂兄地手顿了顿 你认真的 认真的 车子房子 儿子都归你 家里现金归我 回去咱们就办手续 说完 我转身就要去收拾行李 儿子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 不是吧 妈 就算奶奶今天做得不对 也不过就一顿饭的事 你连亲儿子都不要了吗 他似乎笃定 我会为他妥协 我摇摇头 扶开了他的手 你这样的儿子 我要不起 儿子来了脾气 把手一甩 就坐到餐桌边 拿起碗筷 开始闷头吃饭 婆婆拉着蒋尾的胳膊 眼睛却挑衅地看着我 哎 大尾呀 别跟你老婆生气啊 你们都在一起十几年了 哪能离婚呢 他呀 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不会真的舍得你们的 我懒得成全他们母子 爆棚的表演欲 直接转身回房间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的 一套换洗的薄衣服 两套贴身衣物 这就是三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 属于我全部的东西 蒋尾嫌我的辣椒酱占地方 可他给婆婆带了整整 十罐牛奶炖花椒 每一罐都有我那辣椒酱的两倍大 我摇摇头 被蒋尾拿当初的情分骗了自己这么多年 也该清醒了 我索性随便找了个塑料袋 把东西往里面一塞 就这么走了出去 儿子头也没抬 只用眼角瞥了我一眼 一筷子挖起一坨海螺肉 塞进嘴里 卖力地咀嚼着 蒋尾用脚勾开了身边的椅子 想开了 想开了就先吃饭吧 他神情自然 像是完全忘了 那一桌子菜里没有一口 是我能吃的 不过 无所谓了 我拎着袋子 静止往出走 甩上门的时候 也把他们这一家人 甩在了身后 婆婆家地处偏僻 又遇上假期 叫车软件好一会 都没什么反应 加了三次架 都没人理 我沿着小路走到村口 在村口的小商店里 买了瓶水 顺便歇歇脚 有点后悔 还是太冲动了 我应该拿着车钥匙 开车走的 小店老板打量我急眼 犹豫着开口 你就是赵梅梅的儿媳妇吧 你来的那个方向 就她家今年回来人了 赵梅梅 正是我婆婆的名字 她见我额上有汉 从柜台上 拿了一片湿巾递给我 又推过来一个小凳子 赵梅梅前几年 还给我看过 你们一家人的照片呢 这么多年 也没怎么变养 看来还是城里养人呢 怪不得一跟我们提起来 说她儿子接她去城里 那给她乐的 牙床子都刺出来了 我摸着瓶盖 看来我没冤枉蒋尾 她果然提前和婆婆商量好了 要我说呀 她去城里也行 总比在村子里 天天跟闲汉们一起打麻将 推牌九强 我拧亭盖的手停了下来 她还是爱赌 小店老板扎了扎嘴 她这么多年都爱玩 我们这也没什么娱乐项目 我估摸着 等她进城了能好点 婆婆嗜赌 这是我生蒋明之后才知道的 我本以为 她差点害死亲孙子 多少会对打牌有些阴影 没想到她都这般年纪了 还是劣席不改 我下意识要去告诉蒋尾这件事情 但又突然反应过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她真的又因为打牌 闹出什么事来 那也是他们父子俩该头疼的事情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 蒋尾这才终于发现 我是真的走了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人已经在高速公路上了 未教 咱们都一把年纪了 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你说说你 都这么大岁数了 就因为几口吃的 当着长辈的面闹脾气 也就罢了 现在还学小姑娘 晚起离家出走来了 你至于吗 至于吗 我握着电话 回想我这有苦 说不出的十几年 点点头 至于 很至于 蒋尾似乎没想到 一向好说话的 我会这么坚决 有些气急败坏 未教 现在可是国庆假期 村子根本叫不到车 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回城里 我把丑话说在前边 你可别指望我 有能耐你就自己走回去 我是不会去接你的 她似乎笃定了 这样就可以拿捏我 你要是现在回来 我就不计较你不孝顺我妈 咱们就 我有些犯恶心 蒋尾 我说得很清楚 我们离婚 我也不会回去 那你就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别想带走 不然我就耗死你 蒋尾开始气急败坏起来 我冷哼一声 如果你力索地跟我办手续 那我们就和平离婚 如果你再说些不好听的 那我就去找你们单位领导谈一谈 没记错的话 去年过年的时候 你给他送了份后礼吧 前阵子 你手底下的小梦来咱们家 你收的东西还在柜子里放着 这些年 咱们家的人情往来 我比你记得都清楚 蒋尾 你最好别逼我跟你鱼死网破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用他的把柄来威胁他 愣了好半天没说话 我不等他回复 直接拉黑了他的电话 驾驶座的小姑娘 扭头看了看我 陈寅片刻后对我说 阿姨 心情不好的话 要不要出去旅游 我们几个朋友拼团 刚好还差一个人 小姑娘叫赵敏 是小店老板的女儿 要不是她好心烧我一程 我现在可能还在小店里 等着轿车软件答复呢 可我一个老太太 和人家小姑娘一起玩 见我有些犹豫 她笑了笑 放心吧阿姨 我们订的是纯碗小团 行程都提前规划好了 没有强制消费的 我摸了摸手边的塑料袋 换做以前 我肯定是舍不得花这个钱的 丈夫的Polo衫和皮带 儿子的游戏机 手办 兴趣班 人情往来 房贷车贷 我的娱乐活动 一直被排在最后 什么都觉着 可以凑合凑合 结果就凑合到了今天 可节俭一生 有什么意义呢 为家庭 丈夫欺负我半辈子 为儿孙 儿子压根没拿我当回事 我点点头 行 那咱们就出发 赵敏载着我去和其他几个人集合 高速上很堵 车子排成一条长龙 像虫子一样向前蠕动 堵车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 可是儿子发来的微信 字字句句像大石头一样 堵着我的心 都多大年纪了 说走就走 哪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吗 以前的事 爸都跟我说了 不是儿子说你 做人不能太计较的 我直接把手机扣下 继续和赵敏闲聊 我们从村子里的去世 一直聊到他父母催婚 他说 我爸总说我这样浑身刺 不柔顺的女孩子 以后会嫁不出去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又不是为了嫁人而生的NPC 我要做的事多了去了 我一个人能看世间百态 也能见山河壮阔 寂寞有朋友作伴 我自己就足够完整了 根本不需要捆上另一个人来填补我的生活 人活一世 如果为了别人的喜好 束缚自己一辈子 那多没意思 我想着我自己的经历 很难不赞同他的观点 如果我当初没嫁给蒋伟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不知道 十几年如一日的麻木生活 好像已经剥夺了我的想象力 但我还记得 结婚之前 我也拿过常理的奖状 也因为工作能力 被领导表扬过 可现在 我已经离开重要岗位很久了 那个浑身干劲 喊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自己 好像距离我已经很远很远 扰人的铃声 把我从回忆中拉扯出来 刚一接通 儿子的抱怨 透过话筒传了出来 妈 我那个手柄你给我放哪了 你以后能不能别乱动我东西 你给我翻得乱糟糟的 我想找都找不到 我忽然想起 她小时候窝在我怀里 软软的一小团 举着手里的一根小冰棍 妈妈吃 妈妈吃完 宝宝再吃 宝宝最爱的就是妈妈 宝宝长大了 要对妈妈很好很好 这个孩子 到底是怎么长着长着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见我没回应 她还自顾自地发起脾气来了 我说妈 你还真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非要抓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不放呢 几道菜的事非要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有意思吗 你要是真离婚 那可别后悔 等你老了 别想让我养你 幼稚 就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哪里会指望她养老 没多大会 她发了个朋友圈 她和蒋伟站在婆婆身边 婆婆的脸笑得像朵绽放的老菊花 配文 血脉相连 我给她点了个赞 接着 删掉了她的好友 赵敏把热闹的音乐换成了舒缓的老哥 阿姨 心情不好的话 要不要跟我聊一聊 事情憋在心里 就会一直个在那 可能讲出来就会好多了呢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这都是老黄历了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你们年轻人听着会嫌烦的吧 赵敏正色道 阿姨 任何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 都不是鸡毛蒜皮 反正这条路还要堵很久 我刚好在写小说 您要是不介意 就当给我提供素材了吧 我听得出她 这就是在安慰我 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 难有人会看呢 但她的好意我也不想辜负 行 那我就给你讲讲 车行一路 我也给她讲了我这半生 我婆婆其实没和我相处多久 但她的影子 贯穿了我整个婚姻生活 我结婚第六年才怀孕 34岁 在那个年代 是实打实的高龄产妇 婆婆收到消息 连夜跑来城里照顾我 为此 她还把单人床 直接放在了我和蒋伟的房间 我当时没多想 毕竟人家来帮忙 不好太计较 可蒋伟不在家吃饭的时候 婆婆做的菜 要么酸 要么咸 要么干脆不放盐 暖瓶里的热水 总会换成凉水 带着一股子怪味 柜子里的钱 还会不翼而飞 我告诉蒋伟 她却只觉得我没事找事 别乱开玩笑 妈哪会动我们的钱 别人都说了 孕妇的味觉 多少都有点变化 你就是太敏感了 见我沉了脸色 她陪着笑 凑过来摸我的肚子 你不高兴 那就算她错了 但这点小事 就别跟妈计较了 行吗 妈好心过来帮我们 我们不能让老人伤心啊 蒋伟见我还是不高兴 第二天 就带着婆婆来向我道歉 婆婆哭红了眼圈 对不起啊娇娇 妈就是不太习惯 你们城里的锅呀碗的 乡下灶台用惯了 下次你尝着不好吃 别忍着 跟妈说一声 妈重新给你做 做到好吃为止 行吗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只能咽了这口气 可没多久 我们厂里抓工人赌博的时候 遇到了婆婆 那些打牌的人告诉我 她引头大得很 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时间 就会一头扎进牌桌 蒋伟对此不以为意 她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现在日子轻松了 玩玩牌算什么呢 我告状这件事 最终传到了婆婆耳朵里 她没吵没闹 只是陪着笑 对我说她以后一定改正 几天后 蒋伟的朋友们来家里吃饭 婆婆做了一桌海鲜小炒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过敏 只知道吃到海鲜 就浑身起疹子 唯一一道原材料来自陆地上的菜 就是一盘子羊尾油 浓烈的山味 从白花花的脂肪里冒出来 直冲脑门 我闻着都有些恶心 下意识躲得远远的 可婆婆抹着眼泪 向大家哭诉 儿媳妇啊 这些羊尾油 可是我拖了好多人才买到的 人家大草原那边的孩子 身强体壮的 就是吃了这个 我惹你不高兴 但吃时没惹你 是不是 就算为了孩子 你好歹尝一口 所有人都在劝我 老人不容易 做好了 不管爱不爱吃 就算只吃一口 那也算全了老人一片心意 就一口 让我上土下泻 整整一晚上 儿子也因此早产 我还记得 第一次把他抱在手里 他还不到五斤重 蒋伟说 他像个干把小猴崽子 现在 小猴崽子 长了大高个 他信任他爸爸 却会怀疑我 污蔑他奶奶 他也不想想 如果不是真的犯了大错 蒋伟这么个大孝子 怎么可能铁了心地 把他亲妈送回乡下 当时 我们还住在桶子楼 没有地暖 蒋伟怕我受寒 买了个小煤炉 婆婆急着去打牌 把门窗一关 自顾自地就走了 我在睡梦中 直接晕了过去 还不知道 儿子被他放在了灶台边 那天 要不是邻居家小孩嘴馋了 想要过来 要几个红皮鸡蛋 第二天 蒋伟就能送我们娘俩上山了 第一 赵敏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 发出刺鼻的声音 太过分了 这种人 阿姨你是怎么跟他过一辈子的呢 是啊 我本不是窝窝囊囊 只会受气的人啊 想当初 我从医院醒来 第一时间就是要离婚的 这次我幸免于难了 那下次呢 我和儿子有几条命 可以让他不小心 可那时候离婚 太难了 我的父母过来劝我 娇娇啊 你家大尾不赌不嫖 也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人啊 得懂得惜福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平时对你百依百顺的 你现在也没事了 差不多得了 他们从各种角度告诉我 是我小题大做 是我斤斤计较 作为妻子 我不该随意抛弃自己的丈夫 作为母亲 我不该让孩子没有爸爸 作为儿媳妇 我不该抓着婆婆的措处不放 作为女儿 我离婚会让他们丢人 可我自己呢 我父母给我取名魏娇 是骄傲的娇 可我却活得这么憋屈 我和儿子差点死在家里 两条人命 他们却只是苦着脸说 那就是意外 一家人 你婆婆也是不小心 再说了 这不是有惊无险 没事吗 我满肚子苦 却一个字都道不出 我知道 没用的 不管我说什么 都会轻飘飘地定义成 鸡毛蒜皮 几口菜 几句话 一点小疏忽 当然比不上他们的面子重要 他们的态度 在蒋伟来我家楼下 常跪不起后 变得更为坚决 很多熟人也来到我家劝我 他为了挽回你 连男人的面子都不要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差不多得了 蒋伟说了 他把他妈送回乡下了 以后 你们一家三口过日子 这不好吗 你闹离婚 不就是因为你婆婆吗 现在问题解决了 你再闹下去 可就没理了呀 是啊 他知道 让他妈向我道歉 他也在我和婆婆中间 做出了选择 他们说 因为这点是闹离婚 是要被人笑话的 女人就是太敏感了 可我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的憋屈着 蒋伟不抽烟不喝酒 不嫖不赌 也没跟别人乱搞关系 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该知足 可我就是活得憋屈 我也时常问自己 真的是我太矫情了吗 讲完这些 车刚好开到服务区 赵敏拉着我去买奶茶 他挽着我的手臂 阿姨 那些事不是鸡毛蒜皮 那叫煤气灯效应 明明是别人做错事 却把问题归结到你身上 慢慢让你怀疑你自己 认为问题的根源 只是自己敏感 多疑 虽说你丈夫不一定 真的懂这个原理 但他做出来的事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他的问题 错的从来都不是你 不嫖不赌 只是作为一个人 最基本的标准 好男人的标准 不该这么低的 你本来就有让自己 开心幸福的权利 我还真是不争气 被人指责了半辈子 矫情又是多 听一个小姑娘告诉我 我没错的时候 鼻子居然有点酸 阳光洒在她脸上 她笑眯眯地 把另一杯奶茶递给我 跟我碰杯 祝贺阿姨 即将做回自己 也祝我们旅途愉快 我从来没有过 这么纵情肆意地游玩过 几个小姑娘 没嫌弃我这个老太太 她们很热情地 拉着我一起逛街 吃饭 帮我挑衣服 她们说 爱美是人的天性 我们打扮自己 并不是奢侈矫情 几个姑娘带着我 一起向那片 广包无银的大海进发 海浪拍打着海岸 我跟着她们脱下鞋子 感受细纱从脚趾间流过 她们在沙滩上肆意奔跑 欢笑 我在一旁帮她们拍照 还学会了找角度 她们对我拍出来的 每一张照片都特别满意 她们还拉着我 一起登上游艇 我身处大海中间 看茫茫海面 在远处与天空相接 心境也跟着豁然开朗 以前的憋屈都留在昨天 以后的日子 每一天都属于我自己 蒋伟换了号 给我打来的时候 我正在海边散步 听说你出去旅游了 赶紧回来 家里下水到堵了 现在家里满地都是黄水 家里发水了 还是粪水 哎呀 想想就好臭 好难处理啊 我看着被阳光 堵上一层金色的海浪 轻飘飘地回应 那你收拾一下不就好了吗 这点是大惊小怪的 儿子杂杂呼呼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爸 奶奶 你们快点收拾 我的漫画全被泡了 看来 他们这是直接把婆婆带回去了 蒋伟对这事提都没提 理直气壮向我发号施令 听见没有 你这几天晚也完了 也该消气了吧 赶紧回来吧 男人自说自话的样子 是真可笑 那个家就留给你们吧 我们下次见面 就在民政局了 说完 我挂断电话 黑名单里又添了一个号码 家里下水到出问题 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 蒋伟长抱怨 是我乱扔东西 才会堵了下水到 可明明是他舍不得花钱处理管道问题 还说这点小场面 犯不上大费周章 现在 该他应付这些小场面了 这几天 他们一家的日子 和我的旅程 是同样的精彩 他们回家第三天开始 儿子就发来信息 向我抱怨 家里都快臭死了 他们根本没收拾干净 妈你快回来 奶奶一下午都没见人影 我爸不会做饭 你儿子快饿死了 烦死了 我爸根本找不到 我的东西都放在那 妈我上个月 新买的那几本书呢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知道错了 妈 你才是对的 我爸爸就不该把我奶奶 接回来 他不讲卫生 又什么都做不好 他和他的亲奶奶 从相亲相爱 发展到不想看一眼 只用了五天时间 这次 我回复了他的信息 他怎么可能不好呢 他可是跟你们爷俩 血脉相连呢 我不知道 他收到信息 是什么感受 反正我自己 挺开心的 旅行结束后 几个热心的姑娘 陪我租好了房子 我还没来得及 去找蒋伟 我们俩就在商场相遇了 蒋伟一向整洁 现在却衣衫褶皱 胡子拉叉 脸色还有些发黄 他看着我手里 挑选的鹅黄色四件套 撇了撇嘴 算你还长了心 知道该买四件套 但是鹅黄色不合适 家里弄这么浅的颜色 成什么样子了 我直接拿着东西去结账 关你屁事 蒋伟瞪圆了眼睛 你你你 你几天没回家 在哪学成这个样子了 你这是什么素质 他这才认真打亮了我几眼 注意到我的变化 我身上的衣服是崭新的 还换了发型 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年轻了好几岁 你出去玩还不够 还乱花钱 我赚钱容易吗 我不是说你不能花 但是你都这个年纪了 还有什么可打扮的 你这是打算打扮起来给谁看 他说着说着 面色突然一变 我就说你不对劲 怎么可能因为一罐子辣椒酱闹离婚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轻轻放下手里的袋子 上前一步 啪 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蒋伟 这一巴掌 打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贬低讽刺 趁他没反应过来 我反手又一巴掌抽他脸上 这一巴掌 我打你在儿子面前混淆是非 蒋伟被我打得捂着脸 添过头去 他压低了声音呵斥我 差不多得了 这么多人 你在这发什么疯 让别人笑话 我趁他说话 又扇了他一巴掌 你不是一直在外面说 我不讲理 矫情 跋扈 是个疯女人吗 那我就坐视好了 我正式通知你 明天去跟我办离婚手续 别装死 不然我就去你单位 揭发你私下收礼 你自己掂量掂量轻重吧 蒋伟紧盯着我 你敢 我轻蔑一笑 你试试看 看我敢不敢 蒋伟骨子里 其实是个耸人 不然也不至于 就连拒绝别人 都要用我来做挡箭牌 见我是真的铁了心 要离婚 他最终还是咬牙 跟我办了离婚登记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他还装模作样地对我说 离婚冷静期三十天 你要是后悔了 随时可以回来 我和儿子在家等着你 我吃笑一声 那个粪坑 还是留给你们自己住吧 我就不奉陪了 我临近退休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常去照明他们弄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帮忙 都是一些被人扔了或是走丢了的小猫小狗 甚至还有两只小刺猬 我为了他们几顿饭之后 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很高兴 他们不会瞧不起我 也不会居高临下地讽刺我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需要照顾别人的口味 也就不需要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拿出一瓶辣椒酱 赵敏他们还会跟我分享一些新奇的零食 有时也会和我聊起那父子俩的事 我不在家 他们的日子过得是鸡飞狗跳 赵敏妈妈的消息灵通得很 婆婆很时髦 特别热衷于发朋友圈 蒋伟带他下饭店 蒋明给他买发架 儿子孙子只新鲜了两天半 他绣的方向就转变成了 楼下棋牌式的粉色小麻将 还有他糊了一把128番的牌 那两父子也没想到 他进城真是为了享福 每天伸长了脖子等他投喂 一头扎进麻将馆的婆婆 哪顾得上他们俩 蒋伟还对赵敏妈妈抱怨 说他们俩只能在带着臭气的房子里面吃外卖 他又舍不得出高价请保洁 就只能凑合凑合 臭着 赵敏妈妈对我感慨 蒋伟这小子 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是真糊涂啊 他爸以前打他妈 就是因为他妈赌钱 把房子和地全输光了 他要是一直在村子里还好管 都是熟人 没人借他钱 这下进了城 可不就是猛虎出山吗 婆婆手脚不干净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只是现在大家都不用现金 他要用什么赌呢 婆婆很快就用实际行动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几天后 我正躺在小院里 抱着猫晒太阳 赵敏兴冲冲地跑进来 魏姨 你猜 你那个婆婆用什么打的牌 她还没等我猜 就露了谜底 她可真是个人才 她把她孙子的球鞋和手办都卖了 好几千块钱的鞋 被她卖了几百块 还有跟她儿子手下的工人 借了一大圈钱 现在他们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蒋明那些球鞋和手办 可是她的命根子 以前可都是由我精心照料的 又是喷什么那米喷雾 又要包一层塑料膜 我不用问都知道 蒋明的心都要滴血的 哎呀 她就认了吧 毕竟那可是她的血脉亲人 我还得谢谢这位前婆婆 还没等我处理蒋伟 她就先出了 这下蒋伟是不用做稳定退休的梦了 一把年纪 工作不保 怎么不算是她妈给她的福报呢 和他们鸡飞狗跳不一样 我的日子过得是安稳幸福 我帮蒋敏他们扩大了那个动物救助站 他们还有个队伍 每个人都很喜欢我 他们闲暇时会过来陪我聊天 还会拉着我去挑广场舞 一群小姑娘丝毫没有形象包袱的 挤在我们这群老太太中间 我心里明白 他们就是怕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难过 其实我还好 大概是压抑太久了 突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整个人只觉得畅快 这份畅快 一直持续到有一天 我在路上遇见了那对父子 蒋伟目光呆滞 还流着口水 蒋明正在大声斥责蒋伟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说了多少遍 别乱跑别乱跑 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我每天已经够烦了 我天天放学回来 还要管你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 蒋伟始终看着地面 对他儿子的指责 没什么丝毫反应 我看了几眼 觉得没什么意思 可还没来得及转身 蒋明发现了我 妈 我停下脚步 蒋明把他爸爸扔在原地 狂奔过来 死死拉住我的衣袖 妈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奶奶 呸 那个死老太婆 现在瘫在家里 她还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房产证都被她 拿去抵给别人了 我爸工作也没了 还赔了不少钱 有几个人趁乱砸了她的头 现在人都傻了 妈 你原谅我吧 要不你收留我也行 我现在会洗衣服收拾家务 我还会学会炒菜了 对了 以后你想吃辣椒酱 我就去给你买 买十罐 我推开了蒋明的手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一罐辣椒酱吗 蒋明神情迷茫 不是因为你爱吃吗 我摇摇头 因为在那个餐桌上 永远都只有你们父子俩爱吃的菜 不过现在 我再也不需要了 说完我转过身 把愣证的蒋明留在原地 她听不听得懂我的话都没关系 反正我再也不需要把话憋在心里了 我被女儿 妻子 母亲的身份 置顾了半生 可以后 我是我自己 虽说我并没有什么亮眼的成就 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老太太 但我的平凡的后半生 也可以活得精彩 魏姨 快来 这个发家好适合你 赵敏他们在前面叫我 我迈开大步 向自由走去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